這個華爾街日報 就這個預言 說 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 即將隱落 那甚至在這個很多方面 都已經顯示出來了 包括剛剛敏寬講到的車系 現在據說是自殺式的價格戰 而且陷入破產潮 那沒有錢怎麼辦 中國老百姓真慘 聽說吃頓飯 常常存在銀行存款 就歸零了 沒錯 對 我記得我們上禮拜講過說 錢在我們的觀念裡面 存銀行最安全 但中國存銀行不太安全 他恐怖 會不見 我們上次不是講說你就是領十分之一 清退嗎 這個更慘 先看這個銀行的 這也有位正姓男子 七年前在銀行存款六百萬人民幣 六百萬人民幣大概快三千萬 臺幣 三千萬臺幣 七年前 加計利息 雖然現在利率很低 但是加了一些利息 其實應該不少 結果吃一頓飯之後 戶口剩六百九十塊 三千多萬臺幣 變六百九十塊人民幣 三千多塊 請問鄭先生 麻煩call in進來 你到底吃了什麼 吃掉六百多萬 好誇張 銀行A錢 銀行A錢可以A這樣 最近中國這種事好多 非常多 所以現在中國你錢存銀行 我是建議中國觀眾朋友 趕快領出來 埋在你們家床底下 或樹下比較安全 會不見 會不見 好我們來看看中國現在經濟 遭遇到什麼問題 我們之前陸續有談過 中國現在出口不好 國內內需不好 現在面臨的是一個 複合式的災難 原本中國預估 今年第一劑的經濟成長率 應該至少六趴 對 但是顯然達不到 第二劑也達不到 所以他的經濟復甦變慢 有比去年好 但是變慢了 再來通貨緊縮 通貨緊縮什麼意思 大家不敢花錢 對 因為過去三年的疫情 有些人收入變少 那有些人收入雖然沒有變少 但是因為他不看好未來 所以他現在消費行為比較保守 所以他不太敢花錢 所以通貨沒有流通 再來外國投資者 規避風險 因為各種原因 美中貿易戰 還有中國很多不講法治的做法 等一下我們會講 會讓外資開始紛紛的撤離 對 而且別忘了 美國現在在主導的這個IPEF 就是亞太的經濟架構 其實他已經要把供應鏈全部都分散 所以中國的在供應鏈的角度上 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重要 好 那英國金融時報報導 其實過去這幾年來 撐住中國最大內需市場的 大概就是房地產市場 對 那地方政府沒錢的時候 我就賣土地 那我們有講過 現在地方政府財務很嚴重 因為他賣土地也沒人要 對 因為建商不開發 沒有人買得起了 而且我房子賣不出去 我買土地幹嘛 真的 所以英國金融時報跟你講 中國的房市 加上工業生產 加上消費數據 表現全面疲軟 這完全就是複合式的災難 對 再加上我們講過很多次 畢業生的求職困難 現在年輕人失業率 大概二十趴 這是惡性循環 惡性循環 對 削弱人民的性 所以大家沒信心了 好 那在雪上加算是什麼 中國現在 他反正他什麼事情 都用國家安全當理由 前一陣子不是禁美光的記憶體 他說因為有國家安全的問題 他現在全球金融業者 稱為蓬勃終端機的上海萬德資訊 限制海外訂戶查閱數據 這什麼意思呢 萬德 萬德他主要做的服務 他是針對所有的外商 他去提供你包含中國的經濟成長率 各種包含他的經理人採購指數等等 提供外商去要投資的時候 或是說我每一季要做季報的時候 我也有一些參考資料 我們之前的節目中講過 中國現在開始沒有理由約談 很多所謂的商業調查公司 對 那已經這一波 已經很多外商已經受不了 好 現在連這種提供 這個這個不會是國家金融 這是公開資料 對啊 但是中國現在不讓你查 為什麼不讓你查 跟韓國瑜學的 蓋牌 蓋牌 民調爛 蓋牌 經濟太爛了 蓋牌 我不讓你查 你就不知道我好還是爛 那誰要來投資 我根本就不知道這風險多高 又齊你講到重點 今天一個廠商 一個跨國大企業 我要去某一個國家投資 我要最基本知道 這個國家的當前所有的資訊 我才能評估我投資會不會賺錢 對啊 值不值得投資 結果你都不讓我看到 我幹嘛去投資 沒錯 地球上不是只有中國人投資 別忘了 印度現在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而且印度人口紅利 遠勝於中國 所以中國這樣做 根本就是自己找麻煩 對 好 那不只這樣 日商 所以難怪說 群求第二大經濟體 即將陨落 快陨落 因為他現在整個 沒有人要來了 內需出口都不行 然後沒有外資進來 這一灘死水 再來看日商三菱 三菱 為三月五號 無限期關閉 中國湖南廠的營運 其實三菱進到湖南 已經很久了 三菱 三菱汽車 大概是世界上 跨國的大車長 很早期進到中國去投資 已經營運了很多年 結果沒想到竟然要關廠 為什麼呢 一方面 兩個原因 第一個 車勢不好 我們講過 中國車企營破產潮 剛剛敏煥不是講嗎 連電動車都要 銷價競爭了 對 誇張 照理說電動車現在最夯嘛 他就銷價競爭 之前還買一送一 車子買一送一 對 我以為是周寧慶 對 好 再來外資逃跑 因為真正有消費力 其實是外資的主管 跟外資的員工 消費力很高 外資跑了 員工沒了 那就沒了嘛 所以陷入車企自殺 是大打價格戰 誇張 而且現在很誇張的 這個是檯面上 真正一個檯面下的原因 我現在告訴這位馬斯克 他已經飛到中國去了 他去幹嘛呢 當然是為了錢嘛 對啦 他的上海超級工廠 特斯拉的上海超級工廠 一年可以生產的車輛 是特斯拉全球最多的 問題是特斯拉 我們之前講過 他從去年開始在中國銷路 並不好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要栽培自己的電動車 包含他們的比亞迪 剛剛講的這個小 小鵬 未來理想 可是中國的電動車市場看起來很蓬勃 對不對 到去年為止只有比亞迪一家賺錢 其他全部賠錢 好 馬斯克這次去幹嘛 當然是建中共高官 是重點看上海工廠 那是騙人的 重點在這裡 建中共高官幹嘛 還有不外乎融資可不可以延長一點 然後特權可不可以多給一點 還有我的車能不能賣的好一點 但是呢 很抱歉 馬斯克這次要讓你失望了 這次要讓你 雖然你前一陣子 講了很多舔中的話 但是中國不會給你好臉色 對 他不吃這一套的 對 因為我有自己 我自己的電動車都要打折賣了 我還賣你測試拉 那我不是被人家Case 但是中國繼續騙 這個我們剛剛講過來看 為填補家用 農村婦女一邊顧小孩一邊耕種 他可能原本不是農村婦女 可能是從都市回來的 可能是農工回來的 然後再加上他也沒錢 把小孩送給保姆 所以就抱在這裡 這個情況在臺灣 大概四十年前 我們會看到 對 但是現在這什麼年來 今年都二零二三年了 結果你想想看中國很諷刺 他跟你講說 我航空母艦可以造幾艘 我一年是 我那個軍艦一年一艘 像下水餃一樣 結果你們農村婦女 在田裡面耕田 還帶自己帶小孩 而且很好笑 這被揹不動抱不動 就把他綁在電線桿上 這樣跑不掉 這小孩好可憐 其實農夫也很可憐 他童年的陰影 就是我小時候被我媽綁在電線桿上 他也搞不清楚 你把我綁在這邊幹嘛 我又不是耶穌 中國現在真慘 再來小麥發芽 來不及收割 貝雨淋 所以你看這個都變黑了 有沒有 這個都不能用了 這連做啤酒都不行 都不行 對 就不能用 為什麼來不及收割 為什麼 沒有人 沒有人 沒有工人 然後他們大面積需要機器 可能連機器都請不起 好再來看這個 小麥成熟期 為什麼沒有人收割 另外一個原因 這叫人為 中共執法把免費收費站 進行收費 因為他收費站 原本是免費的 可是我小麥要收割 我是不是需要很多機器 對要開車過來 對他跟你講要收費 對大批外地的收割機 進行證件檢查 不付費 不放行 全堵在高速公路路口 所以小麥沒有人收割 就是要留下買入財 不然我寧可小麥發黑爛掉 我也不讓你車子進來 又起很合理啊 這荒謬 你小麥賣掉 我地方政府財政有幫助有限 但是我這個是現金 我現收的 地方政府我都快破產了 我管你小麥賣不賣掉 我先把錢收進來 再說 搶錢搶得兇啊 所以現在在中國的農村 就變成這種情況 大家看這個我們有影片 這個畫面遠方的是 看起來就高官嘛 大官在那邊巡視 看起來農村一片繁榮 然後他那邊高談扩論說 我這片地 我要收多少金收多少金 意思就很厲害的樣子 結果你看 這是真正的農村的景象 就是這樣子 然後那個媽媽背著小孩 真的很苦的時候 把小孩乾脆綁電線趕上 然後那邊一群高官在跟你講 在那邊做大內宣說 你看我可以收 這片地我可以收多少金 收多少金都在騙嘛 從頭騙到尾 但是當人民真的肚子吃不飽的時候 找不到工作的時候 你就再也沒辦法騙了